今年男明星他房事件层出不穷 在经历了吴亦凡、张哲瀚、霍尊的风波以后 没想到在2021的最后三个月 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李云迪也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 根据10月21日晚北京平安朝阳官方通报 李云迪对于嫖娼共认不讳 而事件的女主则是一位29岁的陈姓女子 作为事件的另一位主角 她的身份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重点 网友绝对不会放弃吃瓜的好机会 纷纷开启侦探模式全网搜查女主的身份 娱乐大爆料,每天爆猛料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果不其然,在通报出来没多久 一位网友发布动态称真的不能怪李云迪 女主太美了,还配上了聊天记录 女生的照片也被曝光 记录中穿插着不怪李云迪 8000依次等等乌言会语 令人难以入目 好在清醒的网友还是大多数 评论里不少人驳斥该网友曝光女生照片的行为 还有知情网友为照片中的女生澄清 称这是自己的朋友 不姓陈,也根本不是29岁 警告曝光女生照片的人造谣要负法律责任 随后,女生本人也发布动态澄清 无奈表示人在家中作 郭从天上来,还特意把定位发了出来 很明显本人并不在北京 而且,女生还是今年的一考生 年纪轻轻就被造谎谣 这种事搁在谁的身上恐怕都会难以接受 虽然被曝光的女生澄清了 但该网友至今依旧没有删除动态并道歉 以至于该女生的照片依旧在全网广泛传播 对她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还有一位名为陈佩琪YYYY的网友 也被误认识世界女主 她回复粉丝私信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李云迪 语气相当无奈 除了这两位已经澄清过的女生 还有一位女生的朋友圈 也被截图晒到公共网络上 被盖上嫖娼世界女主的帽子 截至目前 光是八出的女主身份就有五个版本之多 还包括一位弹钢琴的女生和一位韩国人 都被证明是假的 随着李云迪嫖娼被抓 网络上的爆料也开始层出不穷 网友们还是要谨慎吃瓜 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正在大家还在思考 到底哪个才是真女主的时候 随着事件的发酵 有多个知情人站出来发声 其中有知情人爆料称 李云迪这次嫖娼被抓并非是首次 在今年的上半年 李云迪就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抓了一次 只是此事一直没有流传开来 所以网友对此并不知情 另外 知情人还爆料称 李云迪早在德国汉诺威戏剧音乐学院留学期间 其感情经历便十分丰富 在学生当中的口碑并不好 另外 李云迪在留学时 拒绝了母亲打算陪读的计划 一个人租公寓料理生活起居 如果该网友的爆料属实 那么李云迪此次已经十二进攻了 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看 李云迪二次被抓与第一次的处罚力度是相同的 官方对李云迪的惩处还没有公开 不过 不管李云迪是否重罚 他的事业也终将凉凉 目前 李云迪的综艺已经被下架 披荆斩棘的哥哥官网也将其宣传动态删除 另外 李云迪的官方认证头衔也已经去掉 此前 因为李云迪形势一直很低调 加上他所擅长的领域是在钢琴方面 大家对李云迪的私生活并未产生过多兴趣 以至于这些年频繁被拍到与一行约会后 都没有将其身巴 而李云迪方对每次被拍也都是不回应的态度 大家都一致认为 李云迪的私生活是很干净的样子 其实回看李云迪的情史 还真是不一般的丰富 另外 关于此次嫖娼被抓 有知情人还透露了一些细节 李云迪之所以被抓后 共认不会 也是因为其卖淫的女子将通话记录供出 其中就找到了李云迪的联系方式 而后两人大概又约着在北京见面 在机场李云迪便被抓获 该女子还供出李云迪是实名制付款 每次消费一万元 除了这个证据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据证实 李云迪嫖娼 但爆料者没有公开 也就是说 其实卖淫的女子此前就已被抓获 而她并没有和李云迪一起在现场被抓 是该女子将其供出 假如李云迪此前真的有案底 那么这可能也是她那么快就认罪的原因了 目前对于此爆料还无法变真假 此前关于嫖娼被抓的例子不在少数 像大家熟知的黄海波 至今黄海波被定义为劣迹一人 事业也毁于一旦 想必李云迪的下场恐怕也是如此 如果证实是二进攻 那行为更加恶劣 但大家有没有嗅到一丝神秘的气息 为什么李云迪还没进去就被举报了 朝阳群众到底是真的那么厉害 还是另有原因 有一个人非常可疑 那就是李云迪的经纪人 有网友爆料 其实这一次李云迪嫖娼被抓 就是被经纪人举报的 经纪人在安排女方进房间后直接报警 最终警方带走了李云迪 如果经纪人真的这样做 应该是有矛盾才会举报 该网友透露 原来此前李云迪曾透露过要换经纪人的意思 结果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被经纪人给听到了 李云迪也并没有察觉到 之后李云迪喊经纪人帮自己喊陈某会 没有想到经纪人前脚按照李云迪要求带来了他 后脚马上就报警 此前 朝阳警方在公布李云迪案情通报的时候 声称是接到了朝阳群众的举报 想不到这位朝阳群众居然就是李云迪的经纪人 不过也有网友提出质疑 经纪人既然是圈内的 把李云迪弄进去以后 自己的名声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之后还会有谁敢用它呢 如果是经纪人喊的陈某会 那么经纪人的行为也是违法的 这场风波居然还蔓延到了经纪人身上 之后有媒体向李云迪经纪公司打电话求证 此前 很多人都认为李云迪是喜天影视旗下的艺人 那么是不是真的被经纪人举报的呢 昨天 喜天公司高层发布朋友圈澄清 李先生早在5月29日与我司结束合作 目前在播综艺也是其现任经纪公司为他接的工作 对于李云迪涉黄被抓一事 前经纪人表示并不清楚 原来在4个月前李云迪就已经换经纪人了 李云迪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次换经纪人 就在昨天中午1点 李云迪的微博还发布了宣传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动态 那时候李云迪已经被拘留了 怎么会有时间发微博 很明显是李云迪的经纪团队在帮他运作 李云迪工作室也发布了微博宣传节目 试图想要通过发微博来辟谣 转移大家的视线 从李云迪经纪团队如此勤勤恳恳工作 替他打掩护来看 这个经纪人对李云迪的态度还是很好的 并不像有仇的模样 至少在李云迪被抓以后 经纪团队在非常努力的公关 想要挽救李云迪的口碑 并没有落井下石的行为 所以经纪人为了报仇举报李云迪的传闻 看起来就更像是假的了 倒是情远没有结束 真的只是被群众举报这么简单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说出你的想法